大家好,我是Din 拥有930万订阅的韩国超人气直播YouTube这样 因为与模仿菲律宾人的女邪心一起进行节目 而卷入了种族歧视争议 1月28号,Giyang发布了一个标题为 牛小肠米粉的直播影片 在影片中,他表示会与粉丝一起进行直播 并接受了一位从菲律宾嫁到韩国的菲律宾女性 这位嘉宾以笨拙的语调自我介绍 笑容美丽的妮桶 原本是农夫的妻子,现在是喜剧演员 该女性在影片全程表现得像是来自菲律宾的人 但实际上是韩国邪心Giyang 他以最近流行的副角菲律宾移民女性的形象参加了节目 这个影片马上被网友们批评种族歧视 并引发了菲律宾人的强烈反响 一位用阴望留言的网友表示 一开始说是菲律宾人,我感到很自豪 但意识到该角色并非真正的菲律宾人 感觉像是在模仿或嘲笑菲律宾口音 表示了自己的不愿 另一位网友也指出 他的皮肤看起来被刻意晒黑 并质疑这是否意味着 晒黑的皮肤就等于是菲律宾人的特征 事实上,这个被称为你懂的角色 在去年11位KPSK concert重新开演后 就因涉及到种族歧视的内容而遭到了网友们的批评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 竟然还有人模仿外国人不熟练发音作为幽默素材 却不知道这是种族歧视实在令人失望 想象一下 如果在欧洲有人模仿聪明的英文发音来开玩笑 或者在美国有人嘲笑PTS的英文发音 并将其用作幽默 这种幽默是低俗的 说为了结婚来的擅长按摩老板之类的话 如果被对方国家的国民看到真的一点都不好笑 就像以前美国人描绘韩国人时 常常以超市老板计程车司机 眼睛狭长的亚洲人形象来描绘 这种情况看到的真的感觉很不好 在全球化时代应该提高一些水平来做喜剧 这对于菲律宾人来说 生气是理所当然的 作为韩国人应该感到羞愧 当韩国人在海外遭受种族歧视时 我们会非常愤怒 但实际上许多韩国人仍然认为 使用种族歧视作为笑话不是很严重的问题 如果菲律宾人感到不快 我认为道圈是正确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 许多喜剧演员 如普朗卡 伊苏寺 田纳卡等 都模仿了外国人的不熟练发音 但这好像是第一次引起争议 特别是田纳卡不仅是口译 而且还公开模仿了 日本人不会尾音的样子 但目前为止都没有问题 突然说是种族歧视而被指责 虽然不容易理解 但这可能反映了社会对于 特定群体敏感度的变化 在一些社会观念中 针对被视为较低低位群体的仇讽 更容易被认定为种族歧视 相对的 对于白人的嘲讽可能不会以相同的标准被看待 而对于黑人或亚洲人的嘲讽 则更可能被视为种族歧视 就像模仿川普 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喜剧和戏剧的常见元素 这通常不会引起种族歧视的指控 这种情况显示了 对于具有高权力低位人物的批评 具有一定的社会容忍度 然而当类似的戏剧化手法 应用于描绘特定种族或地区的人 如东南亚人时 这样的行为会往往被视为种族歧视 就像嘲讽总统或政治人物没人说什么 但嘲讽残疾人就会引起轰动一样 种族歧视也是同样的情况 目前 这样已下架该影片并上传了道歉无碍 所以对于吃播网红 这样被卷入种族歧视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和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